环球永续小学堂,夜精灵的奇幻旅程第二集 夜精灵生病了 今天可可被妈妈交代一个任务 要和领领一起去环球购物中心 选房间里的冷气,还有家里需要的冰箱 出门前,领领换好衣服后开心的说 夜精灵,躲进我的口袋里,一起出门吧 夜精灵啊,本来开心的要扑过去 却突然感到很不舒服的说 之前在森林可以常常吸收绿色能量 来到城市,能量不足了 我现在需要接触绿色商品 才能得到绿色魔法能量,恢复健康了 可可好奇的问 绿色商品,颜色绿绿的就是吗 碳精灵连忙提醒他说 绿色商品就是对环境,对人类,对动物都好的商品 也不会排放太多碳精灵哦 像是天然或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制造 就是一种绿色商品啊 如果不是绿色商品,其实也有办法升级哦 可可说,嗯,领领最近也长高了 很多衣服穿不下 那我们就顺便去环球购物中心 买绿色商品的衣物吧 碳精灵说啊 你现在穿的应该是快时尚的衣服吧 现在的人哦,很爱买新衣服 根本穿不了几次 啊,制造衣物又会排放很多碳精灵 有些工厂还会排放污染物 这种啊,对环境不好的行为或是东西 叶精灵哦,是没有办法靠近的啦 你们人类穿了,也可能会皮肤过敏呢 领领难过的说 啊,我想要和叶精灵抱抱啦 叶精灵啊,连忙安慰他说 没关系,我也是啊 我可以感觉得到哪里有绿色魔法能量 我们一起去购物中心找找看吧 走进购物中心没多久 马上找到了领领买衣服的那间店家 是主打最快推出新款式 有超级便宜的Fest & Chiff服装店 今天啊,新开幕 老板热情的在门口 向客人喊着宣传口号 Fest & Chiff衣服最便宜 爸妈都开心 只要进来F&C 孩子天天换新衣 爱孩子就来F&C买衣服哦 哇,一经过Fest & Chiff服装店 叶精灵突然全身无力 汉精灵啊,生气的对着老板说 你的衣服哪里好啊 做的这么多 很多人都没穿几次就不穿了 很浪费耶 而且你赶时间做太快 化学物质都还在 对小孩皮肤也不好啊 如果皮肤过敏 吃药也好不了耶 哇,老板也生气了 大吼着说 哎,你才不要乱讲话 小孩常常穿新衣服 当然很开心啊 衣服便宜 大人省钱也很快乐啊 我的衣服可以帮助很多人耶 但是这时候啊 老板的小女儿 小爱妹妹在旁边听到以后说 爸爸 穿这个新衣服 真的会皮肤过敏吗 比起每天穿新衣服拍照 我更想要健健康康的 可以常常出去玩 我不想再吃过敏的药了啦 叶精灵看到以后啊 非常心疼的说 哈,你别担心 我可以用我的魔法 帮你进化 咚 哇,叶精灵啊 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直接坠落到地板上啦 看精灵说 你要先补满魔法能量才有力气啦 这种店不会有的 我们去别地方找 他们啊 只好在购物中心四处逛逛 让叶精灵去感应 找寻绿色商品的踪迹 这时可可看到了家电用品区 叶精灵突然说 哦,我感应到 这边有绿色魔法能量了 刚好 哥哥也要找冰箱和冷气 但是走进店里 电气都长得好像 该怎么选呢 叶精灵发现啊 这些电气看起来很像 但有些会让他不舒服 有些却不会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这时 他们认真观察电气 发现有贴着节能标章 而且是一级节能的家电 拥有最多的绿色魔法能量哦 那就挑有节能标章的 冷气和冰箱吧 这样啊 不只对环境好 还可以帮家里省电呢 小朋友 你们能找出 图片里面的家电 哪些有节能标章吗 诶,奇怪 玲玲跑去哪里了 啊,原来啊 她看到刚刚五彩缤纷的玩具 忍不住跑进去逛了 玲玲很好奇的问 那,那玩具也有绿色商品吗 这时候啊 哥哥进来 马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说 我觉得哦 应该是要买天然材质的玩具 像是木头或竹子做的 这才是最棒最天然的 啊,可是我们家很多玩具 都是塑胶的耶 那要全部把它丢掉 然后换新的吗 啊,探精灵说 哎,不要不要 天然材质虽然很棒 但是一般的商品 也能进化成绿色商品哦 只要啊 一个东西 好好爱惜使用 不弄坏 一直用 一直用 一直在世界上 发挥它的价值 就会产生绿色魔法能量 变成绿色商品了 这时领领想到 他们长大以后不玩的玩具 送给了隔壁的弟弟 弟弟如果长大 再送给他的弟弟 弟弟的弟弟再送给弟弟 哎哟 这样玩具不就变成绿色商品了吗 这时候听到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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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原来是可可肚子饿了 看来他们也该补充食物能量咯 碳精灵连忙提醒他们 如果吃饭的时候 有带一些可以重复使用的东西 避免一次性的餐具 也会有魔法能量哦 哇 灵灵啊 连忙把他的环保餐具们都拿出来 筷子 叉子 汤匙 水壶 吸管 叶精灵 你有恢复了吗 有耶 我现在啊 觉得越来越有精神了 谢谢你 不过好奇怪哦 可可吃的东西 魔法能量好像比较高耶 原来啊 可可有一种东西吃的比较多 那就是蔬菜 肉类的生产过程 会排放比较多的碳精灵 蔬菜水果比较少 所以啊 多吃蔬菜水果 不只会有魔法能量 也会比较健康哦 吃饱喝足以后 他们一边逛一边找 突然叶精灵兴奋的喊着 我 我感受到绿色能量了 这家店就是我们要找的 原来是一家有机棉服饰品牌 Friend of Earth 精灵们一踏进店里 就感到满满的能量 林林很快的也找到了一件喜欢的衣服 换上后觉得好舒服哦 叶精灵也高兴的扑过去 两个人终于可以抱抱了 老板说啊 他们的衣服虽然比较贵一点 那是因为要把钱拿来保护环境 让还要让做商品的这些工人 可以赚到足够的钱 这时候哥哥买了一件比较小的女生衣服 奇怪 他没有别的妹妹是要买给谁穿的呢 原来哥哥是拿回去送给Fest and Chip的老板女儿 小爱 小爱穿上有机棉服饰后 充满能量的叶精灵也终于可以帮他用魔法进化了 小爱高兴的说 爸爸我好喜欢这件衣服哦 以后我们店里也可以有更多这种衣服吗 老板这才发现 不管赚多少钱都买不回孩子的健康 绿色商品也可以为孩子留下更棒的环境 让孩子有更多地方去探索 后来Fest and Chip也开始在店里卖绿色商品咯 只要我们买得刚刚好 常常穿 穿不下了再送给别人继续穿 一般的衣服也会慢慢有绿色魔法能量哦 小朋友 你们学会把自己的物品变成绿色商品的方法了吗